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Config Passer 自由存取配置文件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不光是Python 其他语言也都是一样 咱们做完系统 咱们在系统启动的时候 肯定要读一些个初始化的参数 以保证咱们系统能够正常的启动 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读取自动化的参数呢 一般来说 咱们现在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 Ini文件 比如说Json文件 比如说Xmail文件 对吧 今天我就给您讲一下 Python3自带的 Ini的存取配置文件的方法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Config Passer Ini配置文件的解析工具 它不是第三方的 是Python内部自带的库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面是它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OK 大家请看 还有这个简体中文 是吧 OK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Config Passer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这写的是中文 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 还是英文翻译 OK 它该怎么用 没关系 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文档就足够了 咱们试一试 首先咱们要准备一个安爱的配置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给您准备了一个 这里面有两个section 一个是DB块 section就是块 区域 一个是DB块 一个是Web块 在DB块里面 大家请看 我配置了存取数据库的四个基本选项 IP端口 用户名的ID 包括password 对吧 然后Web块 咱们有两个 一个是ID 一个是password 你可能要存取Vive服务器 需要用到的一些个命令 对吧 好 咱们就这么做一个Config文件 试一下 我马上开始 在Windows下 一般用INI的比较多 config.ini 一挥车 好 把咱们的文件拷过来 这个就是咱们系统的初始化 初期化文件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在Python中 如何简单的读到它 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Python的代码 非常简单 把config.password input了进来 形成一个别名 叫CP 行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呢 给出一个初始化文件的名字 然后呢 以UTF8的方式 把它打开 然后非常简单 要读取了 读取什么 咱们先读取DB部分 怎么读取 咱们看 DB section 里面跟上四个属性 咱们读取的方式是 用刚刚咱们打开的这个文件 然后去get get什么 DB块里面的 IP字段的值 就能够取到 非常简单 对不对 然后是 然后是 在getDB块里面的port Use ID Password 把它试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的话 咱们在配置文件 在系统初期化启动的时候 咱们可以自由的配置 咱们自己想要的一些个 初期化的设定 建一个文件 main.py 然后拷贝过来 OK 咱们马上运行 看看咱能不能读到 咱们初期化的这几个文件 这几个设置内容 开始 然后是咱们刚才的main 稍等 我先清一下屏 拍 main 回彻 大家请看 读到了吧 没有问题 跟咱们想象的是完全的一样 可以读到吧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按按里面 还有这个web方式 还有web的这个区 咱们也把它读出来 读取web部分 好 再看一下 我把上面这四个屏蔽掉 没有问题 web的ID password也都读到 OK 非常方便 把它打开吧 再来一遍 没问题 都读出来 对不对 OK 咱们可以简单的从INI文件中 读取内容 对吧 是这样 这还有一种另外的读取方式 我也给您拷购过来 咱们看一下 咱们现在的读取方式是 INI file INI file 就是这个config password 对吧 INI file.r 然后section名 再跟上咱们的字段名 对吧 其实有另外一种读取方式 是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相对数捕下标 对吧 我取到web section 然后在下面的pwd password的字段 也能读出来 试一下 把这个屏蔽掉 咱们只读web的password 再看一下 没问题 能读到吧 这个位置 两个方式都可以 看您的习惯 喜欢采用哪个 就用哪个 OK 咱们可以简单的读到 INI文件里面的信息 那么能不能写入呢 马上看一下 当然可以 我拷贝过来 设置新的内容 比如说 我在web区 咱们再设置一个 ip 这个地方 没有ip的字段 对吧 咱们想再添加设置一个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INI 然后是web区 我新增加了一个ip的字段 然后让它等于一个新的ip 然后呢 通过写文件的方式 把它写回去 这个file name 就是咱们这个 config的文件名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以这个写方式打开 然后呢 把它写回去 写回去呢 用的是INI file对象的 write方法 就写回去了 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写进去 现在咱们web区只有两个字段 对不对 好 马上写入 注意看 清一下屏 go 完成 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多了一个ip吧 有事说 咱们在python中 通过config parser 这个api 可以简单的读取 INI文件里面的任何信息 您不觉得非常的简单吗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自由存取配置文件的 一些个基本的使用方法 这个配置文件的使用方法 在咱们编程过程中 非常的常用 希望您能够掌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 优酷YouTube B站 帮您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